昨天傍晚5點多有一名32歲的潘姓嫌犯 喝了酒帶著西瓜刀到樹林一家超商 列了張紙條給店員 上面寫著把錢放桌上 我不會傷人快點報警 原來男子是因為長期失業 想要吃免錢的牢飯才會出此下策 夭夭晃晃滿身酒氣 手裡拿著一把長長西瓜刀 打搖大擺走進超商內 一進門就大喊 大力拍桌火氣好大 把兩名店員嚇一大跳 不過仔細看 畫面中這名嫌犯塞了張要搶劫的紙條 給店員後卻不斷催促店員去報警 原來這名潘姓嫌犯搶劫是假 只是想要吃面前老飯 酒這只0.09 那他中間都沒有任何的商人行為 那我們警方到場後也是依著我們警方的指示 把刀子放下來 事發在12號傍晚5點多 警方獲報趕到場 判線嫌犯立刻放下手上的西瓜刀 乖乖跟著遠景走 連躲都沒躲 原來他長期失業被家人抱怨 念了一頓戒酒壯膽 闖入超商犯案 現在真的依恐嚇取材罪移送法辦 至少得吃上半年老飯 有電TV有創話的 一聽新美食報導 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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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